新聞刺針去年報導過 旺角橫跨尼敦道的行人天橋 起座超過20年都未起好 今天清晨終於埋口 不過仍然未用得 工程預計最快要去到明年第一季才完成 梁家儀報導 等了超過20年 旺角道行人天橋橫跨尼敦道的一段 星期六凌晨終於埋口 不少街坊工程人員一起見證這一刻 這條天橋這麼特別 原因之一是用了很長時間起 我們新聞刺針去年報導過 工程早在1998年 即22年前刊獻 整條天橋橫跨尼敦道 連接對面直達旺角東站的行人天橋 經過新鴻基旗下的新世紀廣場 工程由新地負責 連接旺角東站的一段03年已經起好 但橫跨尼敦道這一段一直未落成 新鴻基曾經解釋施工期間有阻滯 包括佔令行動 發現沒有紀錄的地下設施 和地基石層等問題 不過即使終於接合 仍然未用得 今年3月 政府向尤尖旺區議會提交工程進度報告 說去年發生連串公眾活動 加上近日疫情 令部分建築材料供應商 仍然未完全復工 部分建材未能恢復供應 顧問公司最新預計 工程要到明年第一季尾 或第二季初才完成 意味大家仍然要等多一年 才可以用到天橋 有線市記者梁嘉儀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